好,同学们,上课了,这一奖是电学实验机,那也就是这一奖全是电学实验机,电学实验机有时候,其实难道不能,但是挺头疼的,来,咱们头疼下去。 第一题题,变速大小的影响因素,这些变速大小的影响因素咱们早就知道了,是不是? 嗯,对,跟什么有关系来着? 跟长度,恒间面积,材料,还有温度。 长度,材料,恒间面积和温度,对吧? 但是温度一般我们就忽略不计了,如果计的话,题目里会明确告知咱们,对吧? 好,那看怎么考,好,海电曾经考回到题,电阻大小与长度的关系,那我们需要控制谁不变呢? 那应该是恒间面积,温度,材料。 温度不提了,应该是恒间面积一定了,是不是?材料一定了,对吧? 对,然后呢,测量了,如下的这些东西给了这么多数据,让咱们根据这些数据去总结电阻跟长度的关系。 但前提一定要把控制变量给说出来,是不是? 对。 所以这功能怎么听,在谁谁什么的条件下? 恒间面积和材料。 材料,是不是? 如果你把恒间面积说成粗细了,我觉得也能算对,是不是? 对。 恒间面积就是粗细了,所以咱们最好说在材料和恒间面积一定的条件下,这个电阻跟它是有关系的。 实际上的关系很好看了,这个你看那个电阻都是等于跟长度的数字上面差多少倍,说1.2倍啊? 这个除这个1.2,这个除这个1.2,是不是? 这个1.2。 但是你简单写个1.2乘一个L,这不用想,答案肯定是错的。 为什么? 你看这个,你这个数字是不是? 对。 你这个是L,是长度吧? 长度。 长度单位是什么? 米。 那你这个数据的单位应该是什么? 米。 米,但是这个单位应该是谁? 哦,那个是电子,是欧姆。 是不是欧姆? 对。 所以你这个单位肯定不同意,对吧? 要把它统一了。 它应该是等于1.2O每米再乘一个L,把这个单位给扩起来。 咱们在昨晚以后再看看,因为这是个整体的单位,对吧? 对。 你看你这里有,封母上有个米,对吧? 对。 这个L是单位,这L这个数据里面也有个米,是不是? 对。 这个米跟这个米是不是可以约? 哦,约掉。 就剩一个什么? 就剩一个欧姆。 就剩一个欧姆,是不是? 所以这里它不是难题,但是你有可能在单位组合上面会出现错误。 这是第一个题目。 好了,证明电路的完整性,那主要是考察我们电路分析的能力。 来,看一下具体的情形。 北京曾经那个中考题,不要有2.5V0.5A的小灯泡的电功率,它正确连接如图所示的手电路。 正确连接了,那就不要考虑电路连接有误了,对吧? 闭合开关,小灯不亮。 于是他认为,小灯泡不亮,那一定,他得肯定了,一定是由于小灯泡所在电路段路或小灯泡短路造成的。 但是老是不信,老是检查后发现,电路原件没有故障。 那说明小灯泡不是短路,是不是? 电路连接完好,那说明没有断路,是不是? 那什么问题都没有的话,那灯为什么就是不亮呢? 它让咱们证明它的关键是错误的。 其实这个地方,那既然电路没有问题的情况下,灯还不亮的原因,那我们就要从灯不亮的原因去找。 那你首先想,灯为什么亮?或者灯什么时候才亮? 它不代表什么时候都亮的,你知道吧? 然后老是我的闭合开关了,通电了,它能不亮吗? 这不一定。 那你比如这样,你把你家那个电视机,那个电视机或者空调, 接到你那个手机电池上去,这个电视机能看见是吗? 看不了,看不了,是不是? 你说我们家停电了,没事,我把手机电池扣下来,接空调上面,我吹往上空调,你就可能吗? 不靠谱。 不靠谱,是不是? 对。 不代表说用电器,你给它电了,它就一定工作。 你给它的实际,给它的电压,一定要不能比它额定的电压小太多,是不是? 你小太多的话,它就工作不了, 它就启动不了。 你比如说我们家的电冰箱,它的额定电压是220伏,是不是? 你拿一些干电池,1.5伏过上,一天,说你给我工作,它才没那么大能耐呢,是不是? 那就有可能就什么呀? 这个小灯是有电流,也有电压,但是怎么样呀? 太小造成了,是不是? 太小,它就不亮了,是不是? 对。 那你再想,它为什么会太小呢? 太小,串联分压。 那就是它的电压太怎么样? 它电压太大了。 太大了,是不是? 对。 它电压太大了。 现在人家画一个实验电路图,那咱们画一个人。 画一个人。 就在这上就能看,是不是? 对吧? 就在这上就能看。 你可以选择这个画动变速器组织比较大,是不是? 最大值比较大。 你发现在组织最大处的时候,这个电压非常大,它放来的电压就非常多,是不是? 对。 当它电压非常多的时候,它电压就非常的什么? 小。 小,是不是? 那它此时可能怎么样? 不亮,是不是? 不亮。 但这是小粒的观点,它电路出问题了,是不是? 对。 那我下面稍微动一下,就可以推翻它的结论。 我可以让这画片往哪移? 往左移,是不是? 对。 改变这个电阻,让这个电阻变小,我们会慢慢地发现灯韬怎么样? 亮起来,是不是? 亮起来。 那是不是已经证明它的结论是错误的了? 对。 那这样的话,思路是这样。 你这把图画出来,你说把画片P,如图所示,把画片P向左移,减小画动变速器,接入电路的组织,可以观察到灯的亮度。 会变亮起来,那这样就推翻了它的结论,是不是? 好,那这就我们过了。 好,川面链电路的特点。 那川面链电路的好多特点,那继续看题目吧。 小明在学习电学知识的时候,用图锁式的电路进行探究学习。 他首先在AB两点间切一个电阻,然后在串联接两个电阻,然后在串联接三个电阻。 他发现每多些一个电阻,电流表释出就减小一些,这太正常了。 因为咱们说越串,总电阻变得越什么? 总电阻越大。 总电阻越大,电阻是阻碍电流的,那总电流就会越小,总电流越小,是不是? 他说的太对了。 于是他就得结了,但在任何情况,这是个绝对,是不是? 说只要电阻的数目越多,电流就一定越小。 你只要能明白他是为什么错的,你就会做了。 其实他做这个实验室,把电阻什么连的? 串联。 你串联电阻是变大的,是不是? 对。 如果电阻个数非常多,我不是串联,我是病连的? 病。 越病,总电阻会越。 越病,总电阻越小。 越病,总电阻变粗了,是不是? 对。 那总电阻变小,电阻是阻碍电流的。 当电阻变小的时候,电流肯定在变。 电流就变大了。 电流就变大了,是不是? 对。 所以你不代表电阻个数多,电阻就大。 那得看什么连,是不是? 哦,对。 所以要想推翻它的话,非常好办。 设计一个实验,画一个图。 那画一个什么样的图就行了? 那画一个病连。 哎,画一个病连就行了,是不是? 对。 对。 第一次接一个,第二次接几个? 明华电流表,老师。 哦,明华电流表,是吧? 对,接到电流了。 第二次怎么弄? 那病连接两个。 再接两,是不是? 对。 第三次接病几个? 病三个。 病多次就行了,是不是? 具体的实验步骤,我这样看一下,图一般才那样,接一个电阻,观察电流表的射数。 然后在病连的方式接两个电阻,对吧? 观察电流表的射数。 在依此方式病人接不同数目的电阻,观察电流表的射数。 那实验线下呢,就会发现,病连的电阻越多,电流表的射数会越什么? 越大,越大。 那也推翻它的结论了,是不是? 对。 太好搞定了。 那这种情况,你首先来分析它为什么错了? 那你自然就知道,什么是正确的,是不是? 好。 这也是创明源电路的特点题,来看看吧。 A是6-6瓦,B是6-3瓦。 通过实验得到,它们的电流与电压的关系图像如图所生。 将它们串联起来,就在电路中。 其中一个灯恰好正常发光。 其中一个灯正常发光了。 那咱们的判断犯是谁,是不是? 对。 那你觉得是他,还是他? 那老师,这我哪知道啊? 那老师,我知道,是这个。 为什么呢? 说6这个数字对我来说是信用数字。 不靠谱了。 太不靠谱了,是不是? 那个同学来了,不是,是这个。 我说为什么这个呢? 因为我喜欢韦德。 我喜欢韦德,怎么了? 韦德升穿3号球1。 太不靠谱了,是不是? 不靠谱了,不靠谱了。 靠谱的方法是要分析一下,是不是? 对。 它们什么呢? 串联。 串联它们的实际电流一定是什么关系? 串联电流出现的。 一定相等,是不是? 对。 那你看这个灯正常发光的电流是多少? 应该是1M。 6数6是1M,是不是? 对。 它需要1M,它就正常发光,是不是? 对。 这个灯需要几安排正常发光? 应该是3数1M,0.5M。 0.5M正常发光,是不是? 对。 那你说它们现在串联的话,如果要让它正常发光的话,电路的电流是1,是不是? 对。 那这个灯应该死翘翘了吧? 那灯就烧到了。 是不是? 对。 所以你能让它正常发光吗? 发不了光,因为那个灯烧了就断了。 对,这灯要烧坏的话,它也发不了光了,是不是? 对。 那我只能让谁正常发光? 那B,平常2B。 让这个正常发光,是不是? 对。 那这个正常发光,那电路实际给的电流只能是多少? 0.5M。 0.5M。 那0.5M的话,它也是0.5M。 它负的正常发光,但不至于坏,是不是? 对。 所以是这个灯正常发光,对吧? 对。 那电路的实际电流应该是多少? 0.5M。 0.5M是这个? 对。 那不对? 那下面,0.6M。 这个是不是? 对。 那它电压一个是这个,一个是这个,是不是? 嗯。 那这是几? 这是2V。 这个呢? 6V。 6V。 此时A头上是? 2V。 B是多少? 6V,是不是? 4V。 那这就是电源的总电压是几? 换连电压相加吧? 对。 2V加6V得多少V? 8V。 此时的电路的电流得多少? 0.5M。 那功力P等于什么? 那那就是UI。 UI是不是? 对。 8000.5M多少? 8000.5M。 4M。 哇,是不是? 不能写4W。 让咱们说热量的是不是? 对。 那Q等于W等于一个PT,是不是? 对。 得4V推个多少? 600秒吧? 600秒。 2400教,是不是? 对。 老师,我跟你牛奶算的不一样。 老师,我没用这个公式,跟你牛奶算的不一样。 2400元,那老师做错了,咱们先看着。 那这是老师的单案,老师的单案不一定是准确单案,来看看,你怎么知道了? 老师,我是这么算的,咱们不是算的电流是0.5M吗? 然后我算电阻,你看第一个电阻应该是... 好了,你别说了好了,你一张手就算错了。 为什么呀? 你是不是算电阻了? 你就像算电阻,爱发R也能算吗? 但这个题电阻是变的。 你看这是直电吗? 谢谢你,好多同学应该感谢你,因为你说出了他们的心声。 好多同学上来可能就是有,他的平方出去他去的电阻,是不是? 他的平方出去他去的电阻,是不是? 但你那个正常发光的时候才有的电阻,对吧? 老师,灯的电阻都不变吗? 谁告诉你不变呢? 如果电阻要是不变的话,那电流和电压应该称什么比? 正比。 那正比的图像是不是应该是过远点的一条直线呢? 哦,知道了。 你看这两个曲线它直吗? 不直。 它不直是不是? 对。 它不直说明电流跟电压不称正比。 那既然不称正比,它说明他们的电阻不是个定值。 那灯丝的电阻随着温度的变化,变化的。 虽然你麻烦了杜老师,但是会有一部分同学感谢你,因为你输出了他们的心声,他们也是这么错。 那说明杜老师的答案是对的,对吧? 不能修电阻。 所以不能修电阻,对吧? 主意。 来,第五个题目。 反发测电阻。 简单题。 简单题有的时候也是坑人的题目。 小冬、董同学,做测量小冬炮电阻的实验。 请完成如图17所示的实验电阻的连接。 这个题目很好连,是不是? 对,很好连一下。 滑动变阻器一上一下介法,是不是? 对。 按理来说,这么连,我觉得就是对的了。 如果是杜老师判断,就是认为是对的。 但是,我们有些自识高明的教员员或者教育家,说这是不对的。 为什么不对呢? 说你看,这开关一闭合的话,滑动变阻器的组织不是他最大数。 所以给的标准答案,这其实是一个地区的一个模考题,要求他必是这样。 说因为这样的话,滑动变阻器在组织最大数。 但这个题目仁则见仁,智则见智。 标准答案给的就是必须从这地方划过来,因为这样的话,在开关闭合之前,滑动变阻器的组织是最大值。 但这肯定没有问题的,这肯定没有问题的,所以我们在减少纠纷的情况下,在避免争议的情况下,在不跟那些所谓的教育专家斗器的情况下,那咱们照着这个做就行了。 但实际上,杜老师是保留意见的,我不认为这样就是错的。 因为我们的教材要求,就是在闭合开关之前,保证滑动变阻器的组织在最大位置中就可以了,是不是? 对。 那我完全可以这样连线,然后在闭合开关之前,把它再摸到这一段吗?这没什么不可以,是不是? 嗯,没什么。 那谁说连好线以后,滑动变阻器不能动了呢,是不是? 嗯,这样。 好了,咱们这个题目就会把两种情况,不然都给你分析了。至于你怎么做,那看你的心情。 嗯,小冬正确连接电路或闭合开关,发现灯不亮,但是电压表有读书,测故障原因可能是小冬炮,这考到180遍了,是断路,对吧? 嗯,对。 不可能是短路,如果短路的话是一根导线,对吧? 这个导线没电压。 导线没有电压,是不是? 对。 或者说这个电压表被导线短路了,是不是? 对。 或者一个电压表测一根导线,导线头上是没有电压的。 那下面太靠谱了,太简单了,是不是? 这是2.5伏吧? 对。 就是0.5安吧? 对。 这是5欧,是不是? 对。 我觉得这题其实不是个难题,但是这个题目说实话,就是这个,到底是在这条线,还是这条线的问题? 好了,上海的一道中考题,小洛做电压表,电压表测电阻,实验有电源。 还是6伏,带次电阻,电压表,电压表,滑动电阻器,开关,电键就是开关,这是开关的外号,叫电键。 所有元件均完好的,它连接电路进行实验,闭合电键后,在移动电阻器滑片的过程中,发现电键表的实处变化范围为这个到这个。 电压表的实处变化范围为这个,我跟你说吧,杜老师在,就是上海的一个中考题,但是杜老师在考完以后研究到这条题嘛,脑袋想了半天。 我都圣者,因为我当时杜老师从网上下载上海中考题的,都是圣者认为,哎,这个网上下载的题目是不是错的呢? 这个电压表实处怎么能是0呢?它是不是应该是6呢? 我当然想这个问题,但实际上它就是0,你不要考虑题目错了。 那如果电压表实处就是0的话,你想,电压表一定是就在谁的头上? 你别着急想,来,我帮我图跟你画出来。 这是代次电阻是不是? 对。 这是滑动电阻器是不是? 对。 对吧? 对。 嗯,这是电源是6辅对不对? 对,然后开关。 开关电压表,是吧? 电压表,还有一块电压表。 还有一块电压表是不是? 对。 可是咱们的固有的思想,凡是发射电阻,凡是小灯报电阻,都是电压表都往哪接? 小灯报呢? 贝特电阻头上是不是? 对啊。 但你接电阻就错了,你知道吗? 你看电压表的其他头上的话,你一种发动电阻器怎么可能电压表是0呢? 对,因为电压不是0。 是不是啊? 对。 但是这些电压表就是几,可能变成几? 0。 那你想,电压表的键哪了? 那不是为止炼阻器,就是防止炼阻器。 那一定是它头上了是不是? 对啊。 所以如果这个题,你能把这个东西给讲到的话,它电压表是在发动辨阻器头上的话,这题它就不难了。 要不然难死了。 好,那咱们看看啊。 请将下表填写完整。 诶,怎么了? 6的时候。 这个电压表什么时候是,这个,这个,这不是电压表是数啊,这谁啊,这个,这是RX4的电压是不是啊,对吧? 还有呢,你看还有一个电压表,是0的,最后一次是0,电压表最小是0是不是啊? 对。 什么时候最小,当这个电压表是0的时候是吧? 对。 这个电压表是0的时候,这6幅是全给它了? 对。 对吧? 那说明那个电压表是0幅的时候,就是咱们里面的第三个数据是不是啊? 对。 电压表是0的时候,RX4是6对吧? 对。 那你再看里面这个第一行啊,第一行,这个电压表最大接到几? 接到4幅。 是不是4啊? 对。 那是不是他头上的4幅是不是啊? 对。 那这是6,那他头上呢? 2幅。 那他是2幅是不是啊? 对。 那是不是这个应该,这个应该几啊? 2幅。 2幅。 好,那这个呢,要读这个是不是啊? 对。 那读这个就不能瞎读,你知道吧? 你得看它那个量成,这个很好看啊,你看这个。 电压可以到几啊? 6。 6呢,能接3吗? 不能。 那这接多少? 15。 接15。 接15的话,那就是多少这个? 1,2,3,4,5,6,第6个时刻是不是啊? 对。 0.5一个几啊这个? 0.5,那是3呗。 3是不是啊? 电流表呢? 电流表。 电流最大是多少? 0.58。 最大是0.58,它非一定是接大一点。 那0.6就这样。 0.6是不是啊? 对。 0.6,0.2,0.4,真正应该多少? 那0.3。 0.3是不是啊? 好,那这个电阻,二数应该这是10吧? 对。 三数应该这是10吧? 这个算一下,多倍速的,好像10.3。 这个三个加价的除以三是平均值啊,多少啊? 10.1。 10.1,0是不是啊? 对。 10.1,0。 这个单位可以不带是不是啊? 因为上面已经有了。 其实这框里面有了是不是啊? 框里面有了。 好,这些不是难题啊。 GT5啊,探究灯泡亮度的影响因素。 其实灯泡亮度的影响因素非常简单。 实际功率嘛,是不是? 对,实际功率。 因为灯的亮度就取决于实际功率。 那再往下问上就看实际功率跟谁有关系了,是不是啊? 对。 那实际功率跟谁有关系的话,那就得看具体题目了,是不是啊? 对。 发明中的电话。